这起焦州翻腹意外造成两位士兵不幸丧生 不过事发原因依旧是疑点重重 海军司令部呢目前是完成了初步调查 认为研判焦州可能是被突发的后勇让给打翻 不过疑点就是呢当天的气象资料显示这是风平浪静的 加上这一次演练从焦州队形到时间都跟过去有所不同 曾经有操演翻周经验的特战立委出身的前军系立委帅化名研判 恐怕是在周庭翻腹时遭到急晕 国军弟兄海上乘风破浪直抵谈岸边 国军媒体影片悼念不幸丧生的两位士兵 但联心招演海军陆战队翻周以外导致两人殉职 原因依旧疑点重重 目前传出海军司令部初步调查后研判 焦州可能是被突发的后勇让打翻 但当天气象预报其实风浪不大 加上操演过程有气象官以及海军大气海洋局专用车辆 每15分钟预报涌浪资讯 以及海陆士兵向来水性极佳 伤亡原因更值得探讨 这几个兵可能被船上的操舟机翻过来的时候打到头上 或者船上的机关枪这些重武器打到头昏就呛水 这个季节也不是东北季风的季节 也不是台风 你要完全推责任到海上 我觉得有点扯了 过去联心操演第一登陆周波 由爆破队挖人负责 时间大多扶小时时 周波攻击呈一线横队 个体几乎要同时到岸 但这次由入战步兵编组而成的突击联 在早上八点后超练 当时两艘交州翻覆 一艘几乎抵达岸边 发生意外的交州距离岸边大约150码 队形前后参差和过去明显不同 至于那个队形是不是什么战术上的考量 第一波第二波 所以走在一条线上也不见得是安全 目前军方持续调查意外原因 只盼能给家属们一个脚带 杰森武祥 热玉俊 台湖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